去年臺灣的觀光逆差 竟然是高達了1.6倍 陳言很多民眾都說 如果你在臺灣玩 住飯店真的好貴 所以很多人是寧可到國外去玩 對 你看交通部長王國才講這一段話 好像很有道理 其實我要戳破一個邏輯 他說如果我們的旅客 恢復到一千兩百萬人次的話 那住宿的離風價格 就可以填補了對不對 所以你價值就可以降價 他如果沒降我就罵他們 聽起來很好 所以他說國內現在住宿這麼貴 是因為還沒有達到這個人次 問題是你只要達不到 他不降價你就不能罵他了 所以他的前提是 要恢復一千兩百萬人次 假裝有沒有可能 我跟各位講難度有多高 去年是六百四十八點七萬 簡單來講我們零頭不要算 是不是要翻一倍 那你要翻一倍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 大家覺得國內的旅遊環境 比國內的更吸引了 比國外的更吸引了 可是實際上你看 出境是一千零五十四萬人次 就是你剛才講到的光光逆差 大家寧可出去外面玩 然後不要待在台灣玩 那來台灣的 其實比我們出去的少更多 那你怎麼填補 你怎麼填補 今天住宿很貴 對啊 所以對業者來講 我好不容易有客戶 所以我想辦法拉高來賺錢 有多貴 我們就講現在比較貴的是南投 南投多少 一個晚上 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八 這個是均價 平均房價平均 你要住好一點點的 可能有湖景的 那可能兩三萬跑不掉 現在是全台最貴 那一般旅館是三千零一十五 也全台第五 民宿每晚三千一 全台第四 可是當然你說南投他也有解釋 他說我們就只有四間觀光旅館 韓碧樓當然貴 雲品溫泉當然貴 日月巡館也是貴 利利溫德姆溫泉費也是貴 能怎麼辦 所以來的都是高端客戶 所以我當然就兩三萬 可是問題是實際上整體來講 不是只有他貴 我就想全台灣到處房價都貴 那2023年上半年旅館業 平均房價多少 四千六百一十八 比2022年同期是增加五百多塊 漲14% 我跟你講漲14% 平均 那一般旅館2647 漲198塊 漲8.1對不對 可是你說日本很貴 那個停好一天到晚去日本 有錢人就到處去玩 你看東京9366 新加坡9169 香港是8089 台北多少7083 比京都首爾還貴 好 我跟各位講 這個是我過年期間 過年我出國去玩的這個照片 是在泰國 泰國華西 然後我住的這個是真的 算是很高檔 我看起來很高檔 非常非常高檔 我其實一度真的不想回來 我真的不想回來 就在那邊 除了建築物很美 還包括美食 還有美食 而且還有帥哥 現場還有帥哥 你不要故意跳過這一餐 還有帥哥對不對 有下午茶 有早餐 隨便你吃 坦白講 美食超多的 你都不出門 就在那邊待 大概一個晚上多少錢 你覺得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如果按照南投 南投縣這幾個頂尖旅館的話 大概一兩萬吧 大概要兩三萬 如果我說在南投 在南投的話 但在這個地方一萬塊搞定 我還講包含兩餐 包含兩餐 那你說我買個機票 你還一博二十 對 那你說我買個機票過去 機票來回也才九千塊 而且搞不好 我出發要去機場的時間 然後我到飯店 他們也剛好從台北到旅館 南投 因為塞車也會很嚴重 因為到泰國也很近 對 所以你看 為什麼靜宜大學觀光系副教授 他說我們的假日的房價 我們還強調假日 對 是亞洲國家成長最高的 沒有辦法 平常不能出去 像我這一次我本來 我譬如說清明 不是連假四天嗎 我想要帶我家人去高雄走一走 然後我就查了一下嚇我一跳 平常過去兩千多塊的住宿 翻了一倍 其實在國內 如果在國內玩的話 其實在過年期間 很多房價真的是漲一倍 真的漲一倍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說訂不到 真的訂不到 可是其實是有空房 因為太貴了 我說訂不到 不想花這個錢 太可怕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壓力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壓力 反映到整個觀光的股價 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我覺得慢慢的 因為之前 坦白講疫情回來 確實有一波疫後的紅利 但現在說四到六月 這個訂房率是只有五成 現在目前只有一半 我想問你 以現階段這樣的一個價位來講 你寧可是不是去東南亞 甚至或去日本對不對 所以後來股價修正的非常嚴重 我這個是什麼 光光參旅指數 光光一個指數要跌成這樣 代表所有的股票都不好 可是去年曾經有一段時間 10月 11月的時候 曾經有一波反彈 大家抱著一個希望 當時確實很多預售的券 賣得非常的好 對 預掌預售券賣得很好 對 可是我跟大家講 站上年限以後就沒有上去 代表長期的空頭還是存在 所以它是入市反彈 對 然後我再問大家 一般來講 這個寒假 是不是應該很旺的時候 對 可是它股價不但沒有漲 還破底 都沒有反應 還破底 對 那我現在就想問的是 這次的暑假有沒有機會 如果這次暑假 還沒有辦法上來的話 其實我們擔心 這個我們的部長 真的得努力想辦法 你不讓更多的旅客過來的話 大家都拚了命往外跑 實際上我們的觀光產業 可能會變從產業變成產業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特別注意 因為畢竟破了年限以後 還在持續破底當中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在今天台股盤中 在創高之後 竟然出現了 失速墜落的情況 不過當時金融股 今天扮演一個成盤的藥教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